16. 明報A股縮水打擊消費市場優中國銷售蘋果年第五日 2015年7月11日國際金融A18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及A股波動影響 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蘋果股價至週四年第五交易日 是蘋果今年初以來最長跌浪 該公司股價週四收市跌至120.07美元 見五個月伸低,作組斷股價回升2%至123美元 中國股市波動,亦拖累大宗商品及資源類相關股份下挫 大宗商品交易商Glanco的股價比2011年首次公開招股 是低55% 鐵礦石巨頭、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 S8 股價跌至2004年水平 鉑金礦商Unglo American本月的股價更跌至2003年水平 A股波動之際,蘋果股價截至週四在過去五日跌5.2% 標普500指數同期緊跌1.2% 納指則跌1.7% 從銀分析CF Steve Milunovic的報告稱,中國市場對蘋果營利增長起重耀作用 在截至3月的季度,South iPhone 6的銷情帶動 蘋果在中國的收入破年升71% 對比蘋果在美國的同期收入緊增長12% 中國市場佔蘋果整體收入的29% 比例較歐洲更大,蘋果中國收入佔比大過歐洲分析師預期 蘋果於本月21日公布的6月季度業績 收入了按年約升31%至490億美元 不過監於股市是經濟活動的領先指標 上證綜合指數在不足一個月內跌三成 增添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疑慮 A股的散戶頗多 股市下滑可能令消費者的口袋少了錢 不利蘋果銷售 據誰銀計算 中國家庭兩成財富來自股票資產 約連同房產計算 股票的比例佔12%至13% 分析普遍認為 Apple Watch銷售較弱 而未來推出的新一代iPhone銷情勢難突破iPhone 6及6 Plus 預期蘋果在2016年代年的收入增長將會放緩或下跌 相信在新機推出後要靠iPhone 6減價谷銷情 蘋果股價目前較200天移動平均線118.72美元 高約100% 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CBOE的蘋果VIX指數 俗稱恐慌指數 在週二至週四升了31% 是2012年3月以來最大的兩日期升幅 蘋果股價較2月23日的133美元 歷史高位跌於9% 接近進入技術性調整 中國需求急錯鐵礦石價被觀作為大中商品的主要客戶 中國股市的起跌液軒動商品價格及資源類板塊 書往天津的鐵礦石週三除 A股急錯誼大跌於一乘至每噸44.1美元 創歷史低位 不過隨皮股開始選定 其價格週四急升9.5%至每噸48.3美元 花旗等大行對鐵礦石展望仍然悲觀 鑑於供過預求持續 預期鐵礦石今年將跌至每噸40美元以下 匯豐預測鐵礦石價格今季在45美元水平 自今年初以來 鐵礦石價格跌近四成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的旅價和同加跌一成 高盛指出 儘管資源企業的股息平均達到6里 回報吸引 對股價有一定支持 但因欠缺上升的催化劑 風險仍然較大 目前仍不時購買相關股票的時機 必和逼托BHP 敗裂鎮和力托Riotin 卻已表明 不願意減產犧牲市場份額 不過經紀公司奧匯 AFX指出 鐵礦石價格與中國股市的關聯 交供求問題大 由於鐵礦石和同時中國投資者常用的貸款抵押 中國央行當前全力救市 對鐵礦石價格有支持 綜合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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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綜合報導